乌克兰 乌克兰的军工业却在逐渐走向没落,甚至在17年出现被泰国退单的事情,退单退的是乌方的自制坦克,数量质量全都达不到标准,其实乌军自用的坦克都问题频出,又何况这些出口的产品呢? 在最近的由北约国或与其关系密切的国家所共同组织参与的战车赛上,乌方可谓是狠狠丢了把脸,作为一场评判各参加国坦克、装驾车综合实力的比赛,乌方准确地暴露了自己的问题,相比去年拿老师坦克参赛便比还情有可原, 今年用最强的国产装备来进行比赛还拿了最后一名,这可真得好好反思一下,它的漏洞主要出现在两类问题上,第一个是自动装弹器的问题,这原本是为了节省时间也节省人力,却不曾想到质量如此之差,参赛的坦克中,四分之三都没办法正确装弹,还不如运用人工进行手动操作,还来得快一些,第二个是火控的稳定性非常多, 对超过一千米每小时的速度,该坦克就没有办法进行准确的瞄准,在比赛中甚至导致比赛结束了,还未射完弹药的结果,要知道在现代战场上,是不存在静态接受攻击的情况的,虽说该坦克并不是毫无优点,它拥有较好的动力系统,不论是前进还是后退都能,拥有很好的速度,但是鱼不眼霞,只有综合战斗能力好的, 才是好的坦克,因此,这种不能完美适应战场,帮助胜利的坦克只是虚有其表,只能代表着乌方的军功没落罢了。